中国大量挖泥船现身南海 美济岛直接扩大了200倍 现场画面曝光 菲律宾彻底狂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美济的精彩节目了 2013年以前 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 陆地面积最大的当属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永兴岛当时面积仅有2.1平方公里 而南沙群岛中最大的自然岛屿是太平岛 陆地面积0.51平方公里 为台湾省管辖 南海四大群岛中最大的永兴岛 后来经过人工填海 把永兴岛和石岛连成一片 由当初的2.1平方公里 扩大到现在的3.1平方公里 但美济岛后来居上 陆地面积已是永兴岛的两倍 美济岛不但是南沙群岛第一大岛 也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目前最大的岛屿 西沙永兴岛面积只能屈居第三 南海第二大岛屿是主币岛 面积4.3平方公里 比永兴岛面积还要大1平方公里多 美济郊游郊变岛 陆地面积网上宣传一般都是写的5.66平方公里 实际上这只是本岛面积 没有加上美济郊环郊南边的南小岛 2014年南小岛造岛面积已达0.15平方公里 两岛合计已近6平方公里 所以宣传美济岛陆地面积应该是本岛加上南小岛的面积 南小岛到本岛的海湾距离虽有3到6公里不等 但都位于美济郊巨大的环郊胶盘上 它们都是一个整体 南小岛陆地面积虽小 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我国在美济郊南郊盘实施陆域吹田 主要考虑它的左侧有一个宽约200到300米 长约400到500米的进驻水道 所有进驻美济郊西湖的船只必经南边这条水道 美济郊西湖面积36平方公里 这比之前要扩大了200倍 并且西湖外去浪抛天 但西湖内风平浪静 这里除了是避风两岗 可以停泊规模不等的渔船和商业船队 在西湖北侧还建有大型码头 方便军舰住国 南小岛恶守美济岛的进驻水道 主要作用是严防外来船只擅自闯入美济岛西湖 威胁我西湖内船只安全 并非法收集我本岛情报 有防守美济岛南大门的意思 时间过得真快 眼看十年时间过去了 南沙七岛早不是十年前的模样 更看不到人工吹田的痕迹 每座岛礁都变成了自然岛屿 森林覆盖率高 海鸟云集 红顶或蓝顶的白色楼房 眼映在树林中 每一个岛屿就像一座海上花园城市 或者海市渗楼 十年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美济岛也早不是以前 5.66平方公里的面积 既然珊瑚礁在长大 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 美济岛的陆地面积也在扩大 在海浪推送下 岛屿四周已陆续形成了 新的沙洲和陆地 与美济岛连在一起 扩大了美济岛的陆地面积 美济岛乃至南海诸岛的变迁 十年左右的时间 就超过了大自然的万年之力 那么 这种能让陆海变迁的神器是什么呢 吹田造陆之法 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从陆地搬运泥土砂石 而是从海洋底部就地取材 陆地上所用工具为挖机 在海洋工作中同样需要挖船 这种船只如何工作呢 一边从海底卷住泥沙 一边再通过管道输送到所在区域位置 如果海底仅仅是泥沙 一般的机械装置也就可胜任 而在海洋深处往往还有大量的岩石 要把这些岩石变成吹田所用的碎屑 就得用到更大功率的设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那个能在海洋中行走的挖泥船在横空出世了 有着巨大的输出功率 对泥沙岩石有着强劲的脚吸能力 它就是天坤号 亚洲最大的同类型工作船舶 天坤号工作靠的是巨大而坚硬的脚刀 其直径达到了3.15米 最大的输出功率为6600KW 工作原理就是钻机破切 一切岩石在它的刀锋下都得形变 脚刀只是天坤号的主要构成部件之一 要想在全是风浪的海洋中安稳地运作 船身也得安稳 这个它靠的是能够扎入海底的巨型钢装 一共是两根 每一根的长度都超过了55米 整重超过了183吨 当钢装泄入海底时 天坤号就在海洋中牢牢地站稳了 这时候哪怕一面有三米高的巨浪袭来 天坤号不用躲避以能安稳地工作 挖泥船听起来一个相当吐气的玩意儿 可如果想高效运用到作业场景里 却需要高技术和密集的资金支持 尤其是重型挖泥船 它应用的场景不仅只是吹田造路 还有航道的输郡和港口开挖 其脚刀的输出功率为4200千瓦 正是先有了天津 才会有随后的天坤 两艘姊妹船都属于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建造 国内在技术上的突破是全方位的 天坤号不但拥有强大的功率 而且还拥有完善的智能控制系统 相比于过去挖泥船的无脑操作 国内的这艘力气在作业的过程中 能够实时地计算作业区域的情况 同时天津号的工作效率也丝毫不逊色天坤号 4500立方米的泥沙等物质 一小时内可以输出6公里远 一天之内的工作量可以轻松达到10万立方米 每小时挖掘的海底混合物能够填满一座标准足球场 当然对比之下天坤号的功率就更大了 脚刀的功率为6600千瓦 每小时的挖掘量可达6000立方米 最大的挖掘深度可以达到35米 在强大的动力下 不管是砂石 鱼泥还是岩石 在它强大的脚刀面前全部能挖掘开来 正是因为强大的动力 我国在2018年时 年输进能力就超过了11立方米 除了在国内作业 我国生产的另外两艘挖泥船通远和通讯 2015年还远赴圣彼得堡的港口施工 这也是国内企业第一次成了欧洲的输进工程 除了到俄罗斯参与工程作业 近几年我们的输进船舶 也曾到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乌克兰等国家参与多种工程 就像南海上近十年涌出来的岛屿一样 我国的输进工程船舶 也在这次余年的时间里 积累和打出了自己的名号 而且根据商务部在2017年的公告 花泥船属于大型管制设备 没有经过许可不得出口 从此前的花天价购买 到现在我们能自己生产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作业 从无到有的过程 印证了我们的技术进步 回到吹田造陆的问题上 有技术和设备的同时 再来看看其实现的原理和步骤又是什么 传统的造陆方式 是从陆地区域获取原料 不管是石头还是泥土等等 最终来获取大面积陆地 对比之下 吹田的方式更加节约成本和时间 和传统方法相比效率最高 在作业过程中 改方法有重要的三个过程步骤 首先是沙被 在作业区域内布置沙被 具体是有土工之物带贯充的沙性土和粉系类土材料 沙被需要在作业区域内布置多层 其可以快速形成一个整体且又具有韧性 对海底的变形能够很好的适应 胆带沙被的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甚至数百吨 它可以在海底的基底均衡分布压力 可以起到抗潮和稳定的作用 而且压力还能把海面的流泥挤压到两侧区域 整个作业区域的地质环境就被改善了 其次是维地 沙被曾构筑好以后 接下来就需要在作业区域筑堤 一般是带装沙或者是抛石 对比之下 带装沙有较好的黄渗性 而且在作业过程中 带装沙的作业能够实现机械化和规模化作业 相对工期不但缩短 而且成本也更低 再者 带装沙所需的材料和沙被的材料是一致的 这样整个工程的连续性也就得以增强了 最后便是吹田 这工程阶段根据施工区域的不同 所需的材料又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的作业区域是吹沙造陆 有的则是吹田淤泥 如果是吹田淤泥造陆 要获取附近的淤泥按照一定的比例 跟海水混合成泥浆 此后便是按照正常的作业流程 通过传输和吹田 使淤泥最终在作业区域内固结 最终就形成了高出水平面的陆地 另一种是吹沙造陆 它所需用的材料是沙石 这个同样要看作业区域材料的构成 不过相对于吹雨泥 吹沙的造价相对较高 而具体会使用到哪种材料 根据填造陆的性质 以及所处区域的情况来综合确定 目前美济岛本岛的陆地面积 由十年前的5.66平方公里 扩大到现在的5.959平方公里 南小岛的陆地面积 由十年前的0.15平方公里 扩大到现在的0.1733平方公里 两岛面积相加已达6.13平方公里 以远超美国在太平洋中部中途岛的陆地面积 经过十年建设 美济岛的岛上风景 早交日月变了新天 除了植被茂盛 楼房临次之比 到了晚上 天上繁星灿灿 港湾渔火点点 坐在美济岛的海边吹海风 阳光下的时间缓慢流淌 只有海浪拍打海岸的花花声和树上的鸟鸣叫 四周显得一片平静 望向海湾 只有渔船进进出出 你可以忘记城市的一切烦恼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世外桃源让人留恋了